國團提供住宿國團的人 要去日本可以免費PCR 第一天也不會出現燈條 但是根據 台北以下台下 呼吸病院的統計 這兩天差不多有九十個人有用 如果國團觀點這個委託 之前就要提高保護保護保護保險 但是衛法部長說 在他們委託才會公佈結果 他們去服務的質疑 國團公司免費提供 之前住國團宿廟的人 如果去日本可以去指定的 二十六項醫療營素 做PCR檢測 開放在頭一天再去 並沒有出現坐坐人 相對國團公司的做法 民眾的看法是真不一樣 國團公司提親民眾 一般PCR檢測的費用 會由國團公司這邊來負擔 不過如果是親像有急驗 檢測的差距就要由民眾自己來負擔 親像這次的台北醫學台下 富士便醫有配合國團公司 提供去日本的民眾做PCR 根據他們的統計 這兩天差不多有九十五個 住國團去日本的人 以後做PCR的提供 一天大概預約個四十八左右 那所以這樣的量能在我們目前 其實一直存在這個PCR的篩檢量來說 應該是足以因應的 日本表示 不像住國團去日本的人 在PCR的提供裡面是尖上座 不過沒有忘了 沒有想要等國團公司提供 不用費PCR的提供 自己去病院做PCR 結果刷檢測出陽性 出國的鄉庭就這樣瘋癢去 今天是我生病的第三天 我到現在也沒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覺 那結果PCR出來的結果是陽性 我非常的錯愣 國團的表 除了表出日本卡關的正義 原本這個月底要提供保護料 報告報警 不過為何部長四十幾元 中一段刷標時 十一月底才會公布 結果 因為若然立委認會發這句說 國團報警不知道要報到在當時 因為政府驗影響選情 跟國團服務 如果國團EUA還會去向貸銷 年代進行結果就會出來 記者綜合報導